哇 莫迪娜阿威 2022 台北國際白色野餐隆重回歸 歷經疫情停辦一年 今年吸引破千人貫徹活動全白條件 有人從帽子 包包 衣服 一路用心到指甲 襪子 鞋子 有人帶來白色寵物 還有不只一人變白髮 珍奇鬥艷 還滿好玩的 我們本來就是說 要統一都白色的比較突兀 比較突兀 今天跟我女朋友的姐妹 謝謝她們一起來 所以說我要跟她們打成一片 全身製裝備大概多少 都不是我買的 沒關係 差不多 大概兩千塊 想加入純白人海活動 其實本身就得付費幾千元 不過學上男女熱情不減 還有六大桌比賽餐桌布置 讓現場更像婚宴 畢竟源自法國白色野餐 台灣終於迎來國際授權五周年 傳遞生活優雅態度 錯過還要等明年 我們今年有特別把無痕美學放進來 就是希望大家在活動結束之後呢 可以各自把桌上的垃圾帶走 然後未來我們都會去提倡 無痕美學的這個概念 那在客家的美食 你也有蠻多的是屬於白色的元素 比如說客家的版條 客家的麻糬 今年辦在客家文化主題公園 活動晚間更首度結合光雕展演 宣誓白色浪潮 強勢回歸 準備邁向下一年 八大新聞女士如今一唱報導 18位玩八發 鎖定八大明星新聞 記得按訂閱 開啟小鈴鐺喔